一枝梅花 它学 它学 生发 这个咪和发我们知道 它其实是半音 对不对 咪和发是半音 然后生了发以后呢 咪和发就成了全音了 小耳朵变成了一个大耳朵 那怎么理解这个话呢 比如说咪发本来是这样的 只有半部台阶 但是到咪生发呢 就成了一部台阶 我这样说应该很清楚了 对不对 咪发是半部台阶 咪生发 把上面的发再升高半部 它就变成了完整的一个台阶了 对不对 我们上台阶下台阶的时候可以看到 有时候是走半个台阶 那么我们生发呢 就走成了一个台阶 所以你要把它的距离唱得要更宽一点 唱得更远一点 有的同学是这样唱的 一枝梅花 它学来 它学 它 这个就是小耳朵 这个就是半音啊 那么 一枝梅花 它 梅花 它 有没有听出来 它 它 它 这个区别呢 第一个是不是窄一点 第二个是不是宽一点 是不是宽一点 这个声发是不是宽一点 能够感觉到老师唱的两首 第一个不唱声发 第二个唱声发 同学们来听一听啊 一枝梅花 它 它 小耳朵 对不对 它的距离要窄一些 半部台阶 一枝梅花 它 它 一部台阶 是不是宽一点 听出区别的同学来打一啊 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